7月22日周三美股上涨 倒置成分股辉瑞制药引领倒置走高 辉瑞和BioNTech已经获得美国卫生部 价值19.5亿美元的冠状病毒疫苗订单 投资者还在密切关注企业财报 特斯拉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净利润1.04亿美元 为首次连续第四个季度录得盈利 盘后上涨7% 特斯拉第二季度营收60.4亿美元 自由现金流4.18亿美元 均超过市场预期 特斯拉二季度电动汽车总体产量 822,272辆 较上个季度下滑20% 特斯拉维持今年交付50万辆汽车的目标不变 上海工厂Model Y的生产线正在按计划建设 预计首批将于2021年交付 微软盘后发布的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显示 第四财季营收为380.33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337.17亿美元增长13% 净利润为112.02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131.87亿美元下降15% 此外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受到了进一步的考验 美国司法部周二指责 两名有外国政府背景的黑客 试图窃取包括美国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数据 公民个人信息等在内的许多数据 并突然要求中方关闭休斯敦总领馆 与此相关的事态发展使股市承压 周三消息人士称 共和党人正在考虑将本月底即将到期的 失业救济金延长至今年12月 但从目前的每周600美元 及每月24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降至每月400美元 尽管如此该消息还是在尾盘前短暂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